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小米電動打機機ES 這個是二代 那其實在兩年前我就已經先買了這個一代 一代長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好用 我真的覺得是家家戶戶必備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裡面的配件有什麼 它裡面的內容物 包含小米電動打機機ES 還有法式氣嘴接頭 還有針拔接頭 以及戳存帶 還有使用說明書 以及它的USB充電線 好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小米電動打機機ES 跟它的一代 那我左手邊這個是新推出的二代 那這是一代 那兩台外觀其實長得都很像 那你比較一下 其實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在後面這邊 它把這個米變成小米 那主要的改變是加大它的充氣量 那原本是7L 那新版的是15L 那電池大小兩個都一樣 那功能也都一樣 一樣是五個模式 那它的充電介面 改成現在比較通用的USB Type-C介面 不過兩個都一樣 它沒有快充 只支援到5V2A 但是新版的ES 因為給氣量變多了 所以同樣的電池容量啊 它可以多充兩顆輪胎 在氣嘴的部分 這邊改成銀色的 一代是紅色的 那其餘Dub字上的規格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螢幕也有一點小改變 我左手邊這個是二代的螢幕 那右手邊這個是一代的螢幕 你可以看到二代的螢幕啊 它明顯的閃爍變得很少 因為它這一次改成OLED 所以它的螢幕啊 看起來亮度比較均勻 那一代可能是LCD 可能是TFT 我不確定 那一代螢幕看起來會比較活一點 那其他大致上都大同小異 好 那這個小米打電機ES啊 要怎麼用呢 我們就把這個吹嘴 把它拔出來之後 它就會自動開機 那接著 它這邊有可以選擇模式的地方 按這個右鍵 點一下 它有五種模式可以選擇 這個是單車 然後機車 汽車 球類 跟 自訂 我現在只要把這個吹嘴 接上去之後 那打電機 它如果偵測到胎壓 它就會自動顯示當前的胎壓 那現在我要打這支台電動獨輪車 我已經有點時間沒騎 那這邊輪胎的氣都消了 很久沒騎了 那我現在已經設定到單車模式 它預設是45PSI 好 那我就按開始 它就會開始打氣了 好 那個輪胎上面它寫的是標準胎壓是35PSI 那你在打的時候 你可以多打一點或少打一點 那多打一點的話 它的輪胎的感覺就會比較硬 那騎車的路感會比較好 那如果少打一點的話 它的避震效果會比較好 就會比較Q 那但是路感就會差一點 那這個喜好啊 就看你個人決定 那我個人是喜歡多打一點 好 大概到這樣 接著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又露一點出來 所以我喜歡多打一點 那小米電動打氣機 除了可以設定它的五種模式之外 這邊也有一個手電筒的功能 按一下 上面這邊就會發光 不過它的亮度 大概只能照在輪胎旁邊 或者是你自己的腳底下 大概就是可以讓你照亮輪胎那個範圍而已 它也沒有到很亮 那新版的ES 最多可以打8台機車的續航力 那舊版差不多是5.5顆 所以這兩顆其實它都很夠用 所以基本上你出門帶著 不只可以自救也可以救車友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另外它裡面附上這個針頭氣嘴啊 它是拿來打這個排球啊 籃球、足球 像我兒子之前要玩足球啊 我在家就可以直接幫他打氣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家家戶戶必備 你可能不常用 但是不能沒有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打氣這個東西啊 其實真的不是非常需要 但是又不能沒有 像我家裡之前沒有買打氣機 每次要用的時候 就只能去機車店啊 腳踏車店 去跟他們借一下 就會顯得比較麻煩 如果要去買一台傳統的打氣機 擺在那邊其實很佔空間 所以這個東西喔 真的是體積又小又方便又快 你又不用腳踩 又不用手動在那邊壓 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重點是它真的不貴 舊版的現在 小米官網已經下架了 不過在PC Home啦 一些其他地方還有在賣 它售價不到1000塊 那新版的才1095元 它就像蠟燭啦打火機啊 手電筒一樣 你平常可能用不到 可是要用的時候 它又不能沒有 那如果你已經買了舊版的 那我覺得新版的 其實沒有升級的必要 因為它升級幅度不大 可是如果你家裡沒有打氣機 那我覺得你應該買一個 那不管是給汽車用 機車用 或是給各種的球類 那我要打氣的話 就非常方便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米電動打機機ES的開箱介紹 我是雲霸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